我们开始题目 值一个公正的骰子5次 问下一个小题 提小题 要求 出现3次点数是2的几率 是多少 那么我们值一个公正骰子一次 出现点数是2的几率是 6分之1 那么不是2的几率呢是6分之5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求 出现3次点数是2的几率 那么这是 C5取3 去乘以 这是6分之1 过号的三次方 再乘以6分之5 过号的二次方 那么这等于 C5取3 再等于C5取2 这是10 那么这里分母呢是6的三次方 乘以6的二次方 那么是6的五次方 那分子呢 这是1的三次方 我们就不写了 这5的二次方 这是25 所以呢这等于我们用250 去除以6的五次方 我们可以算出这是7776 所以呢我们经过计算我们算出 这大约这是等于0.0 3215 我们算出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出现5次点数是2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这几率呢 这是6分之1 过号的五次方 那么这等于分母呢是6的五次方 这是7776 那分子是1 所以我们用1去除以7776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答案 这答案是近视于这是0.00013 这个答案 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出现点数是2的次数的期望值为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要求这1 of x 那么这等于就是n乘以p 那n呢是5 p呢就是出现点数2的几率 这是6分之1 所以呢我们算出这等于6分之5 这个答案 第四小题 我们要求出现点数是2 这次数的变异数是多少 那么我们要求这变异数 这等于就是n乘以p乘以1减p 那n是5 p呢这是6分之1 那1减p这是6分之5 所以呢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36分之25 这个答案